第八個聽說彼修的戒律 在家人能知道的有關金銀錢的戒律和其他的戒律 因為據說要護士的聲音是不是這樣 在金銀戒律上 這個確實在戒律上 對護士三寶的據誓應該告訴 這條戒律說特許必須要知道 因為知道這條戒律更好的護士聲音 你曾經行銀戒律就遇到這麼多人 他一看我們背包行走很辛苦 要給我們錢 這是一個受為戰的領導 然後我們不受 他就硬給師父踹在這個懷裡 這個師父把這個大袍去解開 解開了一抖了先就掉地了 這樣我們就趕緊跑了 這時候趕緊走 他在後面就捏 一邊捏一邊喊你站住 你站住 但他身體特別胖 我們緊著走 我們身體雖然說我在背著包 他胖他也捏不快 但我們也走不快 在後面捏 捏住很遠了以後 我們也走得累了 他也捏得累了 正好前面有汽車 我們也站住了 你看他這麼幸福也 有餘性不遠 緊著年還喊 說今天晚上你一定到我們家去住 一定到我們家去住 你站住 那時候舉著錢就在那邊喊 正好那個司機啊 我一看是哪呢是大連的 大連的司機 他站住 他那個表情啊很愣 就是不知道發生 後面拿的錢去捏省人這個事 他就悄悄問我 說這是什麼事 我說他要給我們錢 我們不要 他在後面捏 那個司機就是聽了是 什麼也沒聽明白 啊什麼也沒聽 就愣愣地瞅著我們 就不知道 他在示為什麼 他一腳都糊塗了 這人家怎麼都變了 怎麼這麼個事啊 那個表情啊 這是 這是 像大連的巨石啊 看到 看來是 大連也還有這個福氣啊 等到那個 這個 那個 守衛戰的領導啊 把我們撵住了啊 就跟旁邊賣貨的 你給我 原先他供養十塊錢 最後告訴你 你給我拿一百塊錢 那個小賣貨的 完了就是 那個 也就 很猶豫的 啊 你說不拿嗎 他是領導 你說拿不到怎麼事 他撵核上 你這這這 究竟怎麼事 因為一般都罵核呢 他他撵核呢 還要拿一百塊錢 啊 把核兒 他請這吹 你趕緊那 快點給我拿 到時候我 我一會兒回去 我就管你啊 給他欺一百塊錢 我一看 他們倆打槍慣了 我就趕緊啊 我們趕緊走 啊 走 小小走 所以說呢 如果聲音 不默進諧 啊 就和巨師 真正的心 連在一起 他互相濃度 啊 啊 這個 受威戰的領導 能夠進行故事 而聲音 又不要 這互相的心 都得到清靜 啊 都得清靜 所以說呢 包括旁邊 看夜鬧的 啊 這個大連的這個 師弟 心裡也清靜 因為他清靜的 我估計 他回去 可能這一輩子 都想不通 究竟怎麼事啊 是很有意義 很有意義 除了說呢 這個 在家人 如果能知道這條戒律 那就更好的戒律 啊 啊 非常好 第九個 請師父解釋下 上一說過 小廟不作怪 就怕沒人辦 小廟啊 小廟啊 什麼是小 人多人少 不決定一個廟的大小 也不在這個地方的大小 啊 啊 主要是 啊 在於 什麼呢 你世保能夠 吃進前界 啊 能夠延似戒律 你就是大廟 你不是進前界 你不是佛的戒律 你不是佛的戒律 不信仰 那你就是小廟 為什麼小廟呢 啊 因為他目的 啊 比如說有的搞旅遊啊 啊 搞這個進前呢 啊 所以說這樣 啊 其實應該作為小廟來處理 所以小廟啊 啊 很願意做這個事情 啊 做這個事情 所以做這種事情 就是小廟 啊 小廟的 就怕沒人來 啊 所以我們來講的 就希望很好修行的巨師 來造試驗 但就是不希望高律 啊 第十個 在家人 應該一直什麼樣的聲音 啊 一直什麼樣的聲音 那就是 能夠 反奴來假夜的事 啊 能互受佛法的聲音 啊 我們應該一直這樣一聲 啊 這個呢 就 簡單的啊 一個很大的事情 這條戒律請師傅開示 互殺聖戒 在家總如何處理家中的螞蟻 等小生命 對不殺聖戒 我們同樣要以生命來護士 啊 如果允許我們的存在 就同樣允許其他眾生的存在 在這種原則下 我們才去處理螞蟻的問題 一個螞蟻和一條生命 是沒有區別的 我們必須當上父母來看待 所以說既然是你的父母 那你就知道這個生命 應該怎麼來處理 啊 有的人因為 這螞蟻雖小啊 雖然我學佛了 但它影響我的生存 影響我的環境 啊 我就 逃不客氣的啊 就給處理掉 那是不允許 我們必須 如果確實在家中啊 很妨礙你 你可以採取點辦法 比如螞蟻 你可以在一個容器裡 裝點糖 啊 螞蟻喜歡吃糖 它進到那裡了 以後 你可以輕輕地放到外面 也可以這麼講 你們慢慢講 我這裡很麻煩 你要不搬講 可能 對你們一個損傷 經過三天啊 幾個極限以後 它可能就自動地翻牙 因為這個螞蟻 為什麼說它很有靈性 我在閉館的時候 我那我信漫地 就是泥地 突然進了一個螞蟻 幾個螞蟻吧 就是 比小螞蟻還大一點 比大螞蟻還小一點 要種螞蟻 啊 這個 就在我的 啊 這個 打坐那個 就是這個 這個看啊 下了 啊 就轉了個眼 啊 我還合理 你看這螞蟻 在這 你將來 我要修行 和地界進行怎麼辦 踩了它怎麼辦 還是給它送出去 就好 這想到這是第二天 是那一天 我們不太清楚 啊 在閉館前 一天我正好 我正坐在 啊 抗上 就是抗炎那塊啊 啊 瞅這個地的時候 啊 去看那個螞蟻就爬出來了 掉了一個像 很小魚竹錢 那麼大一個白棟 啊 鹵白色的 啊 啊 這個地下跑 我就好奇地心 啊 離得能有這麼遠距離啊 啊 我就伸這手啊 我就評估一下 我問你 你是不是給我呀 啊 我是 就是 不是俗一種就想那麼一下 這個螞蟻 我手一剩 說螞蟻馬上 離那麼老遠 按道理來講 它的視覺 都 我不知道它能看多遠啊 啊 而且 就把那小魚竹錢的東西就放下去 扭頭就回去了 螞蟻按道理掉東西 你要是要不過來的 啊 啊 因為屁股剩舌它都不會 啊 啊 那個 那個很頑固的 而掉那麼大一個洞裡 白的啊 啊 完了我離那麼遠 去 手一剩 它馬上就放下 啊 回來我一看 把這洞心拿一看 就像那個 就是螞蟻籃那 什麼 咬成一個小餅 啊 咬成那麼一個小餅 可能是 意思 你看我送你一個小餅 你沒救我存在啊 啊 我一看這個問題就麻煩了 你們 這麼高的禮物 咱就 就別執著自己的 你幹嗎了 後來我就把那個 螞蟻洞那塊兒 弄兩塊鑽 啊 把這螞蟻 就 兩塊鑽的縫兒 啊 那是螞蟻洞 那現在得放點石頭 啊 它一直陪我 呃 三年多 啊 一年三年 啊 所以說呢 就和平共同 生活搭起 要活的時候 啊 就注意瞅一瞅一完整 啊 什麼都不發 啊 什麼都不發 啊 所以說 這個螞蟻啊 它是有明性的 啊 有明性 所以我們大家 不要把螞蟻看小了啊 啊 它也是生命 我們在家裡 如果能夠養蠢啊 就好好養吧 如果實在不行 那我們因為不合適怎麼辦 就給它 就是放點食物 就可以搬出去 你等到院子裡 如果有螞蟻 你比如說放一塊石頭 有螞蟻 你翻開了有螞蟻 你就不要管了 不要再動 啊 它就明白了 你過了半天或幾個小時以後 那螞蟻一個你都找得到 它自己就搬家了 啊 它非常有阻子有距離 啊 非常好 所以說 大家一定要愛好 啊 送完經後如何回向才圓滿 啊 我先講 啊 為什麼送完經 要回向 這個問題啊 我的體會 回向 就是達到 無人向 無我向 無眾生向 這叫真正的回向 啊 就是我們這個靈 有時候我們送了經 啊 就有一個功高我慢的想法 啊 我比別人強 我已經有了功德 啊 這是不圓滿 所以說 我們送完經 必須回降 什麼叫必須回降 啊 必須把他空掉 才和佛經相隔 啊 所以說 有時候 什麼事情啊 都要叫做圓滿 這才行 啊 講送經圓滿 就必須回降 回降 我們目的 是達到空降 啊 空降 比如說 回降給父母 啊 回降給親人啊 啊 都是目的 都是達到空降的一種方式 啊 通過回降給親人 而自己心裡 把自己的 這個 所謂的功德 使得出去 如果沒有功德了 那叫真正的功德 這樣我們懂得這個道理了以後 我們就知道怎麼回降了 啊 怎麼圓滿 就是你能夠真正的 啊 達到了無人向 無我向 無眾生向 如果受著教 那就真正的功德 請師父開示 以下幾個問題 念佛 為何才能真正設計 如何 真正設計 念佛啊 它有個念頭 念佛的目的 啊 是為達到 啊 沒有念 有念 就不是真正的念佛 啊 不是真正的念佛 所以說 無念才是真正的念佛 真正的設計 也就是真正的念佛 啊 如何達到這點 啊 那就是 那就是我們應該 那就是我們應該 先延遲 你比如說 我今天做一件善事 我修橋 補路 甚至我去護士三毛 啊 我在寺院掃好地 達到位上 你念佛的心情 跟念佛的聲音 跟念佛的滲路 它就不同了 啊 所以說 想念佛 必須要 能夠護士三毛 能夠延遲戒律 啊 能夠護士 啊 特別是護士 如果我們捨掉了我們的財產 如果護士給 需要的 熊人也好 三毛也好 捨去了以後 我們念佛那個心 啊 確實不一樣 所以說 我們應該用六度萬恨 來設計 同樣念佛的目的 是為了無念 怎樣才能路三摩地 我剛才講了 路三摩地 路三摩地的境界 如何區分和法治 這個問題啊 我的看法 你資管去做 你別管路不路三摩地 你要想什麼路三摩地 那你很難路三摩地 你想三摩地 就有了執著 有了幻想 有了追求 有了追求 就有了念頭 有了念頭 就有了障礙 所以反而不能達到 我們想路三摩地 你資管往前走 就是類似三摩地 我也不理他 不管他有功德 沒功德 我也不理他 我一直到成佛地 永無秀主 這樣的話 我們才能去 路三摩地 所以說路三摩地 而不知道三摩地 才為路三摩地 三摩地的境界如何區別 這個呢 你路的一摩地 他自然 他就在這種境界裡 如果你要知道什麼境界 你就會反而遭上一種幻點 今天我是不是上摩地 明天是不是上摩地 他就沒有意義 往往我們的幻想越多 我們把它境界的描寫得更真實 反而沒一個能進去 有的人呢 他習得糊塗的 你比如說 他也不知道什麼三摩地 甚至呢 也不知道怎麼念佛 師父就告了 你去念佛 他就老老實實去做 這樣的人很容易不三摩地 因為他心裡沒有法律 一旦有了法律 反而不能不三摩地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大人有一些特殊人 也知道上摩地 但是呢 他能把他的法治放下 那是又有回事 但大部分人 一旦知道了 什麼上摩地 他就很難放下 所以說 不修辣道 一修這個七七中念 就往上去考慮 這就 我看的這個境界裡 不必講 過去禅宗大德也是 說錄了上摩地 你問境界 他從來不跟你講 就直到也不跟你講 最好看悟了 他很感謝那個師父 他說你哥哥講的太好了 如果你跟我講了 我今生就不一定能看悟 所以這個 不知道幹嘛 如何區分和法治 如何區分 這個就靠戒律 如果你戒律清靜了 你錄三摩地 他也清靜 你境界就清靜 如果你戒律 要不清靜 就你錄的 所謂的境界 不一定是真的 也不就是 有點境界 恐怕也是虚亡不住 所以說呢 你戒律不清靜 你也保持不住 就像這個被子 你底下有個癢 裝了水 當時是滿的 一會兒就漏光 沒有用 如果你戒律清靜 那你這沒有癢 自然就保持住了 共父不是在那時候保持 是在平時做 然後 念佛為什麼要獻祿佛禮 如果 如果 如露佛禮 念佛 也不能得受用嗎 在這個意思 念佛啊 什麼叫佛禮 就是不講禮 那不講禮 就是佛禮 你講禮 他哪來的佛禮 講的禮 都是世間禮 能講和說講 都是世間禮 佛法禮 沒有能講和說講 那就是佛禮 所以說 我們對佛禮的理解 應該這樣理解 就是 我們 要把一切禮 要放下 佛法就是放下 主要就是放下 你的理論 不要講 對世間的理論不講了 對佛法的理論也不講了 那就是真正的佛禮 你必然能夠真正的受用 為什麼要受用 不是想去得到什麼 得無說得 那就是真受用 就是為什麼 所以說現在的人 大部分都是喜歡講禮多 講禮多 禮講的越多 障礙越多 所以說這叫 自見 所以說那年今天講 自見立志無明本 自見呢 自見立志 當你某一個事情 你馬上把它立出自見的時候 你馬上就知道的時候 這就是無明 你不要找無明 這就是無明 這是無明的根本 自見無 你自見無 你自見無了 馬上就是佛禮 所以是這論言經講的道理 我們應該多看一下 第三個 世間一切法 都是聖滅法 都是虛亡不可得的 念佛也是虛亡不可得的 那麼 我們念佛怎樣才能受用 因為 世間法 都是聖滅法 虛亡不可得的 我們念佛 就是為了去掉這個虛亡才念佛 虛 念佛也是虛亡 但是呢 佛法是止惡不止善 你不能說 我這一下到位 都得一步抬起來 我們利用念佛的這種方式 這個念佛方式 是一個辦法 利用這個辦法達到了我們的目的 所以 所以 念佛 也是虛亡也得放下 但是 我們可以利用 這種方法 達到我們 能夠 不勝不滅的目的 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是正確的 如果我們單純的強調 我們要移不到位 我馬上 我就 呃 無念了 所以我們也做不到 所以佛法 止惡是不止善的 我們應該 一切 只要有利於修行的方法 我們多勇敢利用 利用 這是正確的 但是我們心底 一定要知道 像剛才講的 一切世界法是虛亡的 是不實的 是生滅法 同時知道 我們現在修行的辦法 同時也是一種生滅 但這種生命 是善的 不可以把方法 當成目的 正眼睛不假如 不要以死為月 啊 因為這個 有的人呢 佛說 你看那個天上的月亮 他不看天的月亮 就看佛的手指導 他一組的手指導 就是月亮了 佛說你不對 你不要看我手 你看天上的月亮 這是目的 我們也是這樣 啊 念佛就是這個手指導 啊 我們利用這個手指導 我們能指導這個月亮在哪 這是我們的目的 啊 這我們可以 是方便用的 第四個 修行的目的是 做煩惱 了生死 在實踐中 如何達到目的 啊 個人體會 是靠念佛 還是 無法 降服 煩惱 現在怎麼辦 啊 在實踐中 如何 去 斷掉 啊 這個 煩惱啊 達到這個目的 啊 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戒令會 啊 就是從戒開始 啊 這是一個最直接 最了當 啊 也就是我們大家聽慣的辦法 這個辦法 才是最真實的 啊 不要存在幻想 說在這個辦法之外 他也沒有辦法 這我認為 沒有辦法 只有這一個辦法 就已經夠正式 啊 太正式 所以太正式了 有的人 反而不願意去接受 啊 不願意接受 反而失去了幾乎 等你明白的時候 已經時間過去了 啊 所以說 我們想降服 煩惱啊 啊 必須從戒令開始 不管你念佛也好 還是修禪也好 都得從這開始 啊 這是最好的辦法 啊 所以說 佛講啊 末法時期 以戒為時 就是告訴我們 你想了錯真實 在末法時期 更應該靠戒入 啊 許雲老和尚 那是 呃 這個 呃 殘忠的 啊 就是 大事了 啊 而且呢 是不可思議的 不管從哪一方面秀士 都是 可以說 徒者再來 啊 啊 經過四朝武力 這麼多的佛教的運動和變化 和挽救佛教的經驗 他最後總結一個字 就是戒 啊 林總說就講一個戒 啊 多一句話都沒講 啊 他也沒講禪 他也沒講念佛 他也沒講密工啊 啊 就講一個戒 和佛的意思是完全相同 啊 完全相同 這就說明這個戒的重要點 啊 我們為什麼有的體會不深 就是我們沒有真正的去刺戒 沒有體會裡面真正的無價之保 如果我們去做了 你會得到了真正的 哎 這條 通向佛法的這條大道 啊 這條大道 就是戒律 只有戒律才能找到佛法的大道 啊 這很重要 請師父講一下如何打坐 打坐啊 這個 我也不太清楚啊 打坐的我想的就是 不打光想 首先我們知道打坐 就是目的 不管你念佛也好 灿禪也好 都是目的 啊 都是一個 不打光想 不管你雙盤散盤 都是不打光想 啊 甚至走道也可以打坐 啊 甚至吃飯有時候也可以打坐 啊 有時候工作中 也可以像坐禪一樣的工作 啊 按了這個體會 啊 你得慢慢來 啊 這個打坐啊 呃 在佛經裡啊 就是有雙盤 有單盤 啊 一腿各上 一腿各幾個單盤 兩腿啊 都盤在一起 為雙盤 啊 雙盤最殊勝 單盤的 有金剛 啊 金剛啊 金剛座 還有這個 呃 我叫什麼做了 啊 假 啊 吉祥座啊 還有吉祥座 就是 腿 方式不一樣 啊 不管哪個方式 目的 都是把自己的心 要射入 啊 一般的方式啊 嗯 就是把腿盤上以後 啊 首先找一個合適的做 啊 要 受人呢 啊 就是後面要高一點 啊 胖人呢 就 呃如果呢 過胖的人 後面也要高一點 啊 啊 因為他腿胖啊 可以把自己這 做的 這個傾斜性 就不合適了 啊 呃 有時候後面提高一點 這樣的腿呢 容易 容易降伏 一些 在做之前 啊 輕輕坐上 啊 要把這個 活動一下 啊 這個身體啊 照活動活動啊 這樣的話 把它 衣服啊 都要穿得寬鬆一些 啊 啊 這不可以 所以 喊上腿啊 啊 就坐 我的想法 就是說 不管什麼條件 嗯 都應該打坐 走道 也應該 像打坐一樣 走道 走到哪 啊 不必你 就得富有 回到屋裡去打坐去 啊 隨時都要用摩 啊 就走出門口就用摩 啊 這是最理想 如果回家打坐 或者回到單位 或者念過堂 啊 都可以 啊 所以你們這裡 要注意一件事情 啊 就是 那語重呢 要淡盤 啊 佛經說的 語重要淡盤 不像爽盤 和聖理有關 啊 和聖理有關 大家歲份大了 可以另外 啊 打坐啊 應該注意一個問題 啊 就是 靜 以靜的 啊 來求得 求得我們的 嗯 這個 定理和智慧 啊 這個 這個 啊 在靜中啊 嗯 來求啊 這個 定客會的問題 啊 我們 注意一個問題 就是說 靜總怕動 怕動 啊 就怕聲音 啊 比如說 有個巨師啊 在家打坐 突然的 啊 有人進來了 啊 或突然電話響 啊 甚至就是 有時候 門響 啊 甚至走動的聲音 啊 逼得我們 有很多巨師 不能打坐 啊 為了回避這個條件 怕嚇一跳 啊 正坐好的時候 那門 那平時不進你的門 這個時候 突然就跳門進來了 啊 平時都不來客人 你一打坐 客人就來了 啊 所以弄得 心得很煩 啊 起了很大的煩惱 啊 這不應該 因為我們知道 你要不休 啊 比如不來考驗你 你要休 比如肯定要來考驗你 啊 特別是 這個打坐的時候 心意一靜的時候 我們耳朵聽的聲音 比平時要大 啊 平時呢 比如說 有現在都是樓房好一些了 過去那個 木頭房子 啊 你一打坐的時候 那房糧都嘎嘎自響 啊 平時都聽不到 啊 這時候突然這房糧都響 有時候像蛇了一樣 等你醒了一看 神妹妹 有很多的聲音 不是來源於物 是我們耳朵 產生了幻定幻覺 啊 留下了那種 啊 習性 啊 在清理的過程中 它就要反映出來 特別是敲門啊 有的人一敲門啊 啊 正打坐著 突然心裡就嚇一跳 起了很大煩惱 啊 說這一下完了 我捉火入魔了 啊 所以說呢 又這麼想啊 這就漲到 本來你不會捉火入魔的 但是你有一個 捉火入魔的概念來那塊 那非走不可 啊 非走不可 啊 因為你這個念頭 就是捉火入魔的念頭 啊 所以說我們應該放下 應該放下 不要怕這個聲音 有時候聲音對我們來講 是個好事情 因為我們六個 在回首的時候 我們聲音必然要發生 很響的動革 啊 回首的越好 聲音越大 啊 最好的聲音 就聞著叫巴 它都聽得像打雷一樣 啊 所以說呢 平時敲門的聲音 啊 本來不大 這時候對你來講 就非常影響 啊 我們可以用這種方法 啊 比如有人敲門 當時你信念 馬上轉向啊 啊 這是 啊 幫我講開悟了 啊 甚至問自己問 哎呀 這聲音笑挺響 我信你嚇一笑 我怎麼沒開悟呢 許人老婆不都是因為聖音開悟的嗎 那我怎麼沒開悟呢 啊 我是不是開悟了 你這麼反問一下 自己信馬上信他就聽了 啊 就那種 那種 那種所謂的走火路嗎 啊 這個方法非常好 啊 所以大伙一定要記錄 啊 如果你要注意一點 啊 包括有人 打電話突然響了 哎呀 我是不是開悟了 啊 問問自己 啊 這樣的話 馬上把這個心態 這個恐懼性 給它轉離開 這樣轉離開就好 啊 這個要注意 這個問題是 送地藏鏡後 同時回向給好幾人行嗎 啊 可以 啊 因為 送多少人都可以 啊 送的人越多越好 啊 最好把它送給 天下所有的人 那你就不用回向 是吧 都保護 啊 所以這有很多事吧 啊 呃 剛才寫的條 大方的 我 可以 解答到這些 啊 大家有什麼問題 在 直接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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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借甲修正呢 不是讓你愛護這個甲來修活道 是利用這個甲來捨掉這個甲來修活道 啊 這叫借甲 本來我們身體 我們拿到像寶貝一下 成天看護 有點病啊 又受不了了 有點痛苦啊 也受不了了 餓一點也不行 所以處處保護他 那我們借甲修身 我就讓你餓 你痛苦 我就不理 啊 而從從這個 呃 喝他倆對著看 而產生的那個定力 而且把這個植主破裂 這叫借這個甲啊 啊 修哪個症呢 那就修我們 不忐戀這個身體那個症 不把身體看成 看成是一種寶貝 而是看成是一種工具 一種利用的工具 而且啊 就是 直到它是一種虚幻的啊 所謂的四大 就是亡獎所造成的 你把身體看不空了 也就是把這個 亡獎 啊 給看空 你身體看不空 同樣 你這個亡獎也看不空 啊 所以我身體啊 明明是一個 最藏道一個東西 啊 那個 你比如釋迦摩尼佛 為了救了一個老虎 他媽 自己 頭癌 最後把自己的身體 送到老虎裡頭 我為什麼要這麼做 就是他知道 只有借甲 才能修出身 我捨掉這個幼體了 我才能等到你 嗯 你像那個釋迦摩尼佛 在夜明地修行 曾經是個果王 所以他為了 採取了種種方法 不能滿足眾生的要求 最後 別人就得出主意 說你只有佛法 他說怎樣得到佛法 他說 你找到 懂得佛法的人 才能夠知道什麼是佛法 或者全國法呢 或者找到一個婆羅門 一個句子 說他懂佛法 那果王把這句子請到 最早上過的 就要問著佛法 這個句子就說了 你想得佛法 我有條件 他說你說吧 什麼條件我都滿足 他說好 他說你在你腎上挖一千個洞 點一千個等 我才能跟你講佛法 腎上要挖一千個洞 要灌上油 再點上等 你以後這 要一個咱說 講一講就還臭 這一千個 那身體裡有多大地方 就是 那點著了 不等於照天爭 就是 那做的也得死 不可 他也正在猶豫的時候 那婆羅門那句子就下座了 我得回去了 那果王說你別回去 我正思考呢 我不是不做 我得在家裡告別到措施 要我安排後事 完了我再做 他說你趕緊去吧 你要再時間長 我就不等了 啊 我沒有時間跟你倆 說這些沒有用的廢話 啊 這科羅門呢 這句子皮下緊張 果王在他眼裡 他也沒放在眼裡 啊 這果王你著急了 趕緊跟在家裡啊 他可能是有一千個 又是一百個 會跟他講 說我要是 這個 和他家 和他婦人呢 說我要 我們要走了 就沒了婆婆 啊 你們要好好 就是 看如何如何 他那些兒子啊 和婦人都講 說你這些事兒啊 點燈的事兒 點燈啊 用我來替你做 不是 你告訴他父王啊 你就等了替你婆婆 他父王說不行 你這事兒必須由我來做 你們不要這樣子了 啊 王衛已經穿完了啊 就交代完了 往他就去了 那哥羅門一點都不開情啊 也沒說你少點了幾個 沒有這事兒啊 最會兒在全國的 就是那個啊 筷子手裡找那個狠的啊 最會兒找出一個 就這人最狠 煞人從來是 嗯 毫不含糊 所以叫他來 瓦一行動 他就 他的手法迅速啊 瞬間沒時間 就把這個 我王的身體 就瓦身去行動 馬上灌上油 那邊等油 那麼就點 啊 啊 是 馬上動 灌上油 點了等 那婆羅門這才給他講的 啊 你知道咱們一看 真瓦得了 別瓦了 我給你講的 啊 那不行 真瓦啊 哇 還得灌上油 還得點著了 這才給他講 啊 就講了半句記事 啊 這記事我忘了 啊 這半句記事 他就開了 當時就放大光明了 啊 放大光明 最後天靈就下來了 說你這麼樣的為了半句佛法 這麼賣信 這麼樣用信 你是為了 呃 才啊 還是為了明 還為了長寿 他說我也不為了才 也不為明 我也不為了長寿 我只為了佛法 他說你不對啊 你這是騙我 這古王說 如果我的身體 能夠馬上康復 那我就沒有騙你 如果我是亡裕 這個身體 就會就此地死去 當他說完的時候 馬上整個的身體 全部恢復如初 皮原也還壯癢 偶爾這個天就沾丹說 你是正非佛法 所以說呢 通過這些例子 我們就知道 借假修正 什麼叫借借假修正 就是利用我們的身體 而且把它能夠放假 那就是修正 我再講一個例子 人口啊 有一個比丘尼 可能是叫比丘尼啊 死去一次啊 他腿啊 突然癱瘓了 不能動的 有多長時間呢 三年 啊 三年啊 嗯 他我去看他的時候 他有一次告訴我 啊 他說我這三年 壞了這個腿啊 壞了 我既不做飯 又不能下地 很多事情不能做了 我只能幹嘛 借這個機會 就好好念合了 啊 他有一天念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念到 就是 七天幾夜 什麼都不知道 啊 比丘尼就看他 一句一句佛號 不斷地念 念了七天幾夜 啊 最後七天幾夜以後 腿能下地了 啊 啊 最後深深地感觸說 我就是 借著這個病 把自己修好 啊 所以說這叫借假修正 啊 當然了 我們有時候 如果頭疼了 我我也不吃藥了 我就好好去念 國吧 有時候鐵摩絮 吃點去弄掉 我看還是可以 啊 但是你就是說 我們對身體 要有一個借假修正 就是我剛講的 就是你為了戒律 能夠死掉生命 那就是借假修正 啊 所以不是說 把身體保護得好好的 還吃得燙燙的 什麼都不做了 那該死的還是多少死 啊 另外再說 你死了 浪費了一個很好的一個人生 啊 就沒有達到借假修正的功能 所以說被假所騙 啊 所以我們應該 這麼厲害 啊 這是我的想法 啊 啊 這還有什麼問題 啊 好 這個言語道亂呢 啊 這個 言語 是眾生的 一種習性的表現 啊 因為我們 都是靠 言語 來支配我們的一些活動 來 交流我們一些經驗 啊 所以說我們 雷克的言語 就是我們 很難生存 啊 很難生存 你畢竟呢 有些人呢 你這樣呢 子語失天 啊 他就難受得了不得 啊 受不了 啊 你要不讓他講話 他也受不了 啊 所以說 我們對語言 有了強烈的執著 啊 強烈的執著 所以言語 成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啊 所以說 繼承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同樣就成為我們輪迴的一部分 所以說 有了言語 啊 就有了我們的輪迴 所以說我們正道啊 就很難 我講一個例子 有個船子成德 啊 船子成德 啊 曾經 啊 有一個祖師啊 像在秦法的時候 他在乘船 啊 啊 安眠乘船 這個像他去講佛法道理 啊 他一下子把這個船給弄斜了 把這些推到水裡去 啊 啊 他正講的高興呢 啊 是我的如何如何修正 他把給弄水裡 啊 弄水裡呢 他的性子不和我呢 以為自己掉水裡 那我還得講啊 還要講 這個船子成德 拿著講啊 就給他一下子 給打到水裡去 啊 打到水裡了 他又想啊 你幹嘛我來請教你 你幹嘛這麼害我呢 他又搓搓水 又想跟他講禮 他又是一方 啊 又給你講 又給你打水裡 因為 這樣一來 這個這個打水裡 這個主持啊 就有點明白啊 我只要講 他就打我 啊 從來他嘴沒有指摸過 這一家子 為了生死啊 為了怕打 我不講了 他心裡當時就是 啊 把這個念頭就滅掉了 不想講 再不想講 因為一講 他就給你打是什麼 就是人不講了 是他爸爸 我再也不講 當他不想講的時候 突然就誤到 誤到了以後 他從水面斷出來了 他把嘴 閉上了 搖著說 我再也不想講 啊 你也不用打 我也不想講 那個傳承德啊 意思你上來吧 你不想講了 我就不打你了 他倆上來也沒說一句話 那個主持 上了岸就走了 上了岸就走了 他呢 也沒給他講任何東西 就這麼傳完就傳完 傳了個言語討論 不允許可恕 啊 所以說這 最後那個 走得挺遠了 他還行 說法這麼簡單 他有點不放心 啊 他又回頭瞅一瞅 那個傳承德啊 在傳上在站裡面啊 一看他回頭瞅 他就把傳承放了 一瞅就投水裡了 我死了 你看一看啊 你看看 我來證明一下 佛法就這些 沒有別的 他一看他 船也放了 他淫也 一淹到水裡了 這才放心啊 原來佛法就這樣 所以說 有時候我們 就執擾了一個能講和所講 啊 我們的能想和所想 所以說 就遇法離了佛法 如果你把這些滅掉了 當下就是佛法 啊 所以說 啊 是這樣 啊 所以說佛爺講 有所 如來有所說法 即是方法 但是呢 佛法需不需要講呢 有一些眾生 因為執擾了語言 那佛也設方便方便 去講 但佛講的是什麼呢 是不講而講 我們凡乎是能講所講 全有 佛是不講而講 所以說佛 只要是我們言語道断 啊 而且呢 這些我們沒有個能講的所講 你的無處不講 你用不著去害怕 我不能講的嗎 因為你的心啊 就是發起 啊 就是語氣 因為你的心能講各種聲音 啊 所有的眾生都會感受到 你這個啊 微妙的佛法 啊 我們講的不是語言 要講的佛法 啊 這是我們主要的 我們講語言 就沒有實際 但是呢 我們想得到佛法 也需要一定的文字和語言 但這種語言 這目的是讓我們斷掉我們能講和所講 能所二字要斷掉 所以說我們斷掉了 我們就變成了 就是現在話講 就自動化 你不用去去操作 他吃言他就講了 是吧 他講的非常好 比我們語言要妙的多了 而且真正的多點 我們現在講能做誰 是吧 連自己都講進去了 反而還把自己坑了 所以佛法越弄越不明白 越討論的越遠 所以你不講了 好像是我對佛理不太清楚 實際上 你就正在清楚的過程中 答應了 我們佛法也要弘揚的 弘揚的目的 必須有一個 這個能所二字 一定要刻的 你才能去給你講 要否則的話 你不具備給你講法的條件 你看 因為你都執著了 要別人去執著了 你怎麼能講 這怎麼能叫別人明白 所以你自己明白了 才能叫別人明白 所以我們一定要 要遠離的這個語言 除了言語 道斷 我們才能夠真正的理解了佛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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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